我们常常会问自己 我快乐吗 快乐是什么 又有什么东西可以带给我快乐 我们这一生中 常常在追求金钱名利 权力定位 那就是拥有这些东西了以后 我就可以快乐 就是拥有这些东西以后 我就可以拥有一个开心的生活 那是什么呢 什么东西会让我们感到快乐呢 有可能是赚很多钱 也没有一份很好的工作 或者是非常受到 视周围的人的赞赏跟尊重 也有可能是身边的人 都非常的爱我跟关心我 或者是一些身体上的感官刺激 也许是对美食的享受 那这些东西虽然可以带给我快乐 可是也有可能带给我痛苦 为什么说带给我痛苦呢 因为当我拥有它了以后 我有可能很害怕失去 或者是当我得不到我所想要的 那这些都会带给我一些痛苦的情绪 比如说我失去了工作 失去了金钱 身边的人突然没有那么的尊重我 或者是不再称赞我 也有可能是我所爱的人 他不再爱我 不再给予我关心 那这些东西也是非常容易引起我们不开心的情绪 痛苦的情绪 如果说今天你是一个追求金钱跟名利的人 那在不断追求的过程当中 你当然会累积很多的金钱 可是你也会带着一点痛苦的情绪 因为你会害怕失去它 或者是当你有更多的欲望 因为我们的头脑会不断的给我们许多的欲望 要我们去追求 然后我们的头脑要一直跟我们讲说 我们其实是不满足的 那这些东西都是会带给我们的痛苦 那我们很容易就变成金钱或者是名利的努力 也有可能今天你是一个追求爱情的人 那你非常地喜欢两个人相处的感觉 或者是非常喜欢两个人沟通非常好 然后非常有爱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的快乐是在于他人的身上 那今天如果这个人他离开了你 或者是今天这个人他不再给你同等的爱 关心和付出 那你是不是就开始很沮丧跟悲伤 那这个样子 其实你的快乐是建筑于他人的身上 那也很容易带给我们痛苦 所以我们这个样子看 我们会发现 人的快乐 其实都是在外在的世界上 都是在外在的因素 所以我们是因为外面才造就了我们的快乐 我们反而被外在的世界控制 然后我们为我们自己创造了一个牢笼 不在自由 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好好的过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们不断地向外追寻 不断地在外面找寻快乐开心 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是 我们根本就找不到 因为快乐开心并不是在外在的世界 真正的快乐跟开心 是在我们自己的内心 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 喜悦是在我自己的内心深处 不是在外面的世界可以找得到的 并不是说我们不能追求金钱 也不是说我们不能拥有爱的人 或者是享受生活 我们都是可以的 只是我们必须了解 在追求的过程当中 这些元素并不是让我们快乐的原因 我自己才是喜悦的源头 只有我自己才可以真的给我快乐跟开心 外在的所有东西是没有办法给我的 如果我一直这样子被外在的元素 这些因素牵引着 那很容易造成我自己的情绪波动 如果我们了解说 我们内心深处 真正的喜悦是在这里 而我们一直往内在看 我们这个样子才可以真的创造出一个 很喜悦的生活 因为是由我出发 而不是由外在出发 那今天 当一切的事情是从我自己出发的时候 我才有这个能力去创造我所想要的 所以当我们今天想要寻找喜悦 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内心 然后试着隔绝外在一切的东西 试着隔绝外在的世界 然后回到我们自己内心深处 我们就会感受到有一道光芒 出现在我们的心中 然后会发现我们的心 开始宁静了 然后会发现喜悦 在我们的意识 在我们的意识 出现了 然后我们才知道 原来喜悦 就在我的心里 原来只有我自己 才可以给我快乐 优雅 关门